欢迎收看庶民大头家 今天是第十五任总统候选人的最后一场政见发表会 我们来听蔡英文女士的论述 政府也帮忙存一万五千元 一直到十八岁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 第三个我们修法阻吓了虐待儿童 过去几年儿童受虐的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 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护儿侍法的修法 虐待儿童的行则提高了 不是任的教师的退场机制也加快了 专业人力的增加以及虐儿通报的速度更快 协助也更多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全力贯彻反毒的工作 关于反毒 我首先要讲一件事 最近有人包含韩市长的七舅李议员 在散布一个谣言 说毒品进入校园不乏 我必须要提起全体的国人同胞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消息 事实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之后 我们对于攜带毒品的罚则 比国民党时代还要延 以前20克以上才有罚则 才有刑则 我们现在只要5克以上就有刑则 而5克以下本来就有刑政法 所以对你七舅讲说不法 绝对是一个假消息 韩市长 我倒是想问你国民党的高雄市的议长 也算是你的好兄弟 他觉得毒品防治局没有存在的必要 那你的立场又是什么呢 除此之外 国民党提名有贩毒前科的人参选立委 现在还散布假消息的人 也都是国民党人 我想请问 你们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如果韩市长也跟我们一样反毒 你约束不了国民党 至少你可以约束一下你的旗旧 当然反毒的重点不只是罚 还要根本做起 很多的毒品来自境外 因此我们透过国际合作 拦截毒品跟制毒的原料 今年10月我们跟越南合作 查获了可供1900万人次吸毒的海洛因砖 这是台越合作史上最重大的一招 这个毒品案 在国内我们也展开了弃毒的行动 逮捕 药头 斩断金流 到今年10月为止 已经查获了相当多的毒品跟制毒的工厂 无论在社区 在校园 在军队 我们都不见了反毒的通报网 把地方的警察 保全 社区 学校 家长 医院 部队的力量 统统整合起来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战役 只要总统宣示 整个行政院就动起来 我们三年多来 吸毒的人口下降 校园通报的数目也是非常低 我们从减少毒品供给需求危害 三万七下逐渐看到了成果 这个反毒的作战在未来的十年会继续下去 现在请第三轮第一位候选人宋楚瑜先生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主持人 监察人 两位候选人 这是最后的一场电视证件发表会 楚瑜说过 我已经准备了44年 我的原则就是对于选举 我不导弹 不导弹的意思是 我不是要拉下哪一位 而是我真心希望有机会 为我所爱的国家奉献 我的心力和我的经验 我对于政策也不扯淡 我一定是务实地 把我认为应该要去处理的事情 好好去处理好 坦白讲 这些年来 我秉持的唯一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没有忘记我的初心 那就是我一直相信台湾人 最喜欢的那一个基本的价值 爱拼才会赢 一步一脚赢的 来一步一脚赢的 来认真打拼 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会开支票 但是真正人民要的是什么 是要兑现 坦白讲 我谢谢刚刚蔡总统给我说的 那就是也许我对某些事情 不一定了解 坦白讲 我这几年来很少去开所谓的记者会 但是为了连感 我跟我们的党团 我自己亲自到立法院 对于这些老兵 他们的退休 去抠克他们的薪水 和他们的退休金 我甚至于去帮蔡政府去找到裁员 但是 川总统 除了陈副总统 还听听我的话 林万一先生 从来没有来向我来说 我的这些事情 您到底听不听得进去 我在这边特别要强调的是 执行力 也就是说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必须说到要做到 人民可以看到 人民能够享受得到 这就是 我曾经前几天 特别提出来 我在参选省长的时候 我提出来的 上天条以上的这些证件 实现率达到了89% 审民要求我做的事情 我都列管三千多件 我达成率是83% 我今天再一次来说 那就是 我重生送处于当选之后 只做一任 搏乱反正 什么叫做 搏乱反正 就是搏三乱 反三正 绝对说到做到 哪算乱 就是制造对立的乱 包括朝野对立 世代对立 两岸对立 族群对立 劳资对立 私生对立 现在连监察院跟司法院 都起了对立 这还不乱吗 第二是派系 愁容的乱 这个部分我已经说过了 民进党重用派系 我不愿意再去多说 这些愁容人事的部分 韩市长刚刚已经拿出来 这些照片 不过 韩市长 我也要说 民进党执政 坦白讲 心胸不够开阔 不肯听听宋楚瑜 愿意提供的质件 你想想看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桃园机场 连跑道都还有问题 马英九先生 你的所谓交通帮 执政到现在 你看看 机场的大楼还在漏水 我们的跑道 到今天都没有做 但是我讲这些话 十年来 马政府 他的这些许许多多的人 就怕跟宋楚瑜多接触 以免他那位老板 会把他换掉 同样是 小气和没有度量 坦白讲 台湾今天 所面临的第三个乱 就是改革的暴冲的乱 许多的政策 都没有经过行政院 各部会跟立法院 好好的咽商 不管是我们所看到的 联金改革 一立一休 公投法的修正 和最近我们看到的 反渗透法都一样 我要追回的三政 返回的三政是哪三政 第一 稳定两岸恢复交流 对岸必须正视 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 遵照中华民国宪法 及征修条文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理的 法理规范 对等分治两岸对话 和平发展 在大陆还没有完全实践 自由民主法治之前 台湾绝对主张维持现状 处于绝对会全力推动 两岸要恢复贸易交流 特别是对那些观光 旅游业和演艺人员 他们明明是 两岸和平交流的拥护者 现在却成为 两岸骄傲的牺牲品 对岸的领导人 和各位对岸的决策相亲 为什么这一次人民对于 两岸的问题起了这么大的 这些波浪 坦白讲 你们要接地气 了解台湾人真正心里面 在想什么 第二要重建 恢复文官 恢复尊严 我再度强调一次 国家安定的基础 在文官制度的中立稳定 文官体制 公务人员的专业和尊严 不应该被政党轮替 人事更迭的 这些政务官所操弄 第三是 一拼经济 照顾民生 在经济方面 我强调三点 第一 只要不违法 就要想办法 管理好政府 提供基础建设 在法律的规范之下 去降低业者的生产成本 使产业更具世界的竞争力 这不是图利财团 而是有为的政府 应该有的作为 只要产业能赚钱 政府提出 员工红利分配的规范 才能让员工薪水旺商条 而年轻的人才 才能摆脱第一心的愧疾 第二 外国的人才要引进 本国的人才要培养 技职教育和就业市场 要接轨 第三 不合理的法令要松绑 一例一休 要改为一业一法 外劳跟本劳要脱钩 产业界五缺的问题要处理 在照顾民生方面 台湾生活的每一个人 都有生活发展的权利 而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被政府照顾到 特别我刚刚提到的 离岛的偏乡的弱势族群 超过六十五万人以上的新住民 和他们的子女 也是我们必须要照顾 关怀的对象 我们特别是对于 他们的子女的教育 和这些发展的基金 我一定要求行政院 要好好的把它编满 对于我们原住民的照顾 如果蔡总统 你去看一看 新北市英格大汉七边的南静部落 那些地方竟然都没有自来水 全世界就看到那些贫民库 竟然在台北 我们还可以看得到 他们的住宅 要去替他们解决工作的机会 和医疗环境的照顾 至少我们要对他们 要好好照顾 就像这一次的选举 他们还要回到原乡去投票 宋厨医要推动原住民 不在即投票的问题 加几个投票的箱子 就可以省掉他们很多的这些 来回跑的旅费 这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些负担 最后我要感谢过去对楚瑜 照顾的这许许多多的乡亲 宋楚瑜有这个决心 也有这个能力 最重要的 那就是我会强调 要有一个坚强的团队 台湾不需要强人 但是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 把两岸问题处理好 把经济处理好 把年轻人的未来照顾好 谢谢大家 现在请第三轮第二位候选人 韩国瑜先生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谢谢主持人 谢谢蔡英文总统对我的提醒 要注意到性别平等 特别要重视女性的权利 我听了真的是 吓了不是一跳 吓了好几跳 我突然想到一个小预言故事 非洲草原一只狮子去抓水牛 结果被踢伤了 狮子怎么办 到非洲法院去按林申告 告这只水牛 对他实施伤害罪 我们蔡英文总统可能搞不清楚吧 从这场选战以来 我从来没有看到你像今天 此时此刻这么维护女权 我的发言人叫何廷欢 明朗怎么形容她 花瓶 代表她重看不重用 还是藐视她 你为什么没有出来 公开澄清 制止这种行为 十天前左右 我到卢州抱了一个小婴儿 她的妈妈非常亲切递给我 铺天盖地发动网军修理我 认为我会传染疾病 给这个小孩子 逼得这对妈妈 她跟爸爸不惜按林申告 这个母亲是这么的冤枉 她把她的婴儿主动给我来 我被你们的网军攻击成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没有登高一呼 请保护这位女婴的母亲 以及保护这位女婴 我看不到 第三 你动用国家机器 你的网军1450 长期抹黑 我的内人李嘉芬 夫人甘政 爱金钱 爱权利 你到我岳父 杀石厂 20年不经营的地方 你们发动国家机器 挖了38个洞 一开始说倒采杀石 讲不下去了 再来 倒废弃物 也挖不到了 你国家机器 抨击我内人的弟弟 妹妹 甚至 抨击什么 他阿公的墓 连他阿公的墓都被你们抨击 你用国家机器对付一个女人 这样子打法 李嘉芬招谁惹谁 蔡英文总统 再一次发挥你的道德勇气 希望所有民进党公职人员 所有你们可以掌握住的网军 媒体 不要这样子对一个女性 诚如你所说的 要尊重女性 蔡英文总统太明显 双重标准 强烈的护短 只要民进党做的 都把它护短下去 包括上一次证监会 举出国民党几个贪污案例 在监狱关说国民党最贪污 你民进党的总统陈水扁 到现在为止 这么大的贪污犯 还在外面走来走去 对你指手画脚 张牙无爪 评论时政 你一个字不说 我为什么不想讲 因为我们心存厚道 你每一件事情 都是牙签型的 不停地戳 戳到我小舅子反毒品 问我反毒品的立场 我的立场 毒品为万恶之源 毒品百分百动摇国 动摇国本 这世界上有几种人 是绝对不能原谅 韩国一当总统 绝对不会客气 第一强奸妇女 第二虐待儿童 第三贩卖制造运输毒品 第四贪污 第五酒后驾车等等 绝对不会原谅 你现在监狱 你当了快四年总统 死刑犯四十个 你只执行了一个 你什么态度 请讲清楚 你还来问我对毒品的态度 我深恶痛绝 另外一点对能源 能源是二十一世纪 国家最重要竞争 但是我们很清楚 可以看到这三年半 我们蔡英文总统 执政之下能源政策 已经完全走偏调 连欧盟上个星期都认定核能 是可以考虑的绿能 德国欧洲最强的工业国家 都重新思考 废除核能是正确还是错误 要不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不管怎么样 他们开始面对核能 我们全民公投通过 以核养绿 你不执行 我们核能政策 要花两兆 去盖风力发电 台湾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 台湾的冬天风大 夏天风小 夏天大家热得要死 要吹冷气 你弄了两兆的风力发电 没有风 你让台湾人民选择 第一个被热死 第二个被你烧的煤炭给熏死 第三个被你的政策 活活给气死 两兆 再来一点 你的能源政策这样子 不停地烧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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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做煤炭生意 我们为什么要成立特征组 每一年几千亿的买煤炭 谁在买卖 谁在这个煤炭生意里面 上下起手 大捞特捞 你是总统 你要查 我如果当总统 成立特征组 我一定调查这个煤炭 整个中部人的费 台中 南投 彰化 云林 苗栗 有没有赚黑心钱 有没有花很贵的钱 买的煤炭 烧的是烂七八糟的煤 在里面赚差价 身为总统 这是你的责任 你买了一千块美金一顿 烧的是一百美金 礼貌换太子 有没有这种事情 你没有经验 你不知道怎么做 我告诉你 找退休台电的老员工 专门管煤炭的 对他们好一点 发一点奖金 拜托他们去检查这些煤炭 你都不做 我们去年死于肺腺癌 已经高达一万四千人 中间百分之五十不抽香烟 年增长率死亡率提高百分之七 你一个字不讲 还在讲能源 我们能源已经完全走错了 我们民进党政府 不尊重公投的结果 藐视公投 藐视广大的民意 用了奇奇怪怪的风力发电 明明夏天没有风 台湾人 在风力发电招标 要五块八 欧洲德国最强 他的电费才两块多 我们为什么要多花九千一百亿 为什么台湾人要多花 九千一百亿 在你民进党执政 去准备付高昂的电费 谁在贪这个钱 怎么跟人民交代 我们无法交代 民进党太多太多事情 我们看不下去 你要乙和养绿 发展绿能 发展风力发电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在最贵的时候买 我们台湾人脑袋是 进水生病了吗 我们笨吗 最贵的时候去买 为什么不用核能缓冲一段时间 等到它量产之后 我们开始建构我们的绿能 考虑到我们的成本 照顾我们人民的健康 不 你民进党政府里面贪官太多 这是一个大肥肉 就是要捞 我不客气地说 为什么你不成立特征组 真的是践踏台湾人民 这个空屋 这个能源政策 民进党实在是伤天害理 另外一点 两岸政策 我再次要跟台湾所有的好朋友报告 我要成立特征组 两岸政策 我是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发展两岸的交流 未来康熙字典七万多个字 我会用其中一个字 来面对两岸关系 和气生财的和 两岸之间必须和平发展 台湾的内部经过这次总统大选之后 我们必须和谐地相处 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不是杀父之仇 也不是夺妻之恨 我们必须要和谐 台湾整个对外关系 要和气生财 帮助台湾开创经济 帮助台湾人民 开创更好最好的日子 我绝对不会拆取民进党 这种拿刺刀去刺对岸的 这样一个做法 一步一步的进逼 一步一步的挑衅两岸关系 借着两岸关系的紧张 来换取自己的政治选票 制造人民的芒果 亡果感 芒果干 来换取选票 这是不道德的 两岸政策 各位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另外这张图片 为了避免民进党 再让我黑寒产业的抹下去 这是民进党 所有跟大陆来往的图片 清清楚楚 包括2013年 我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还跑到北京唱歌 喝酒 一起跳舞 高唱 我们都是一家人 谢长廷 陈菊 赖清德 蔡英文总统 自己本人 全部做交流 你们交流 就是交流 我们的接触 就是卖台 蔡英文总统 140万到150万 广大的台商眷属 在中国大陆 你这样做下去 只是让他们 猪八戒照镜子而已 我希望你能够悬崖勒马 亲爱的台湾同胞 谢谢大家 现在请第三轮第三位候选人 蔡英文女士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谢谢主持人 刚才我聆听了宋主席 跟韩市长的说法 首先我要对韩市长 刚才说了这么多的东西 其实在前两次的 我们的证件发表 你都讲过了 我们也都解释过了 也动用各部会跟你解释过了 我也在场都跟你解释过了 你都没有听 讲错的还是继续讲错 讲歪的还是继续讲歪 你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你只要说给 选择听你的话的人听 而不是要选择给 这个社会大众听 韩市长 我们在选总统 你讲的事情都要有根据 你说我们贪污 贪污在哪里 案件在哪里 你没有根据啊 你只是泛泛地用你的国民党的逻辑 来想象说民进党执政一定贪污 可是你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出来 你的经验还是国民党的经验 你不了解民进党 那我也要再跟你说一遍 你的对于绿电的看法 完全是错误 完全是被那一些企图 让核电继续下去的人所误导的 我也解释过好几次 但是你不听 你只相信 选择相信你要讲的这些话 冬天风大 所以我们用风力发电 所以我们可以降载燃煤 所以我们减少这个燃煤 让空污的情况可以改善 夏天我们可以用光电 因为日光很强 这就是绿能嘛 不是吗 那在夏天我们用了很多的光电 所以我们不需要燃煤 我们可以减少燃煤 我们冬天有风电 夏天有光电 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花了 我们没有说用两兆去盖电厂 这是民间的投资 我们看到的 你不买光电 你不买风电 你要去买绿电或买其他电 它最后还是比绿能还要来得贵 绿能的价格是越来越便宜 欧美的初期价格 都高过我们现在的初期价格 这个绿电 它一定是当你运行到一定的程度 它的价格是越来越便宜 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 但是你选择不听 一个政治的领导人 一个要选总统人 是这样的态度 让我觉得很失望 我现在再回应 你的特征组的问题好了 你在三次的政见发表会 你都谈到特征组的事情 但是特征组之所以被废 我也讲过了 因为马王政政的案子里面 特征组就是被马总统 用来作为斗争的工具 它很容易变成 总统清算政敌的手段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废这个特征组 那在上一次的政见会 讲的那一些 社会瞩目的大案子里面 只有林毅氏这个案子 是特征组办 许志坚 林朝青 叶士文 这都是大案子 这都不是特征组办 这些还有你的政坛大哥的案子 也是个大案子 他也不是特征组办 这是我们所有的 在各地的检察官 很辛勤的检察官 他们办的案子 你这些正职的检察官 依法行使之权 我们才要让他们 有一个执行法律 执行正义的机会 我们要让司法 回归司法 这才是正办 但是我还要再 回应一下宋先生刚才讲的 反渗透法的事情 宋先生你到APAC去 是受我委托 去跟各国的领袖 相互的往来 这个没有在反渗透法之内 反渗透法是你 受到境外的敌对势力 的委托资助等等 但是你这一次到APAC 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情理去 所以不用担心 反渗透法不会用在你身上 那我也知道说 国人同胞对于 这个反渗透法确实很关心 那昨天中国的这个航空母舰 山东号通过的台湾海峡 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威胁 但是中国对台湾的渗透 是我们很多都是看不到 这一阵子以来 中国对于我们的通过反渗透法 突然加强了反对的力道 中国自己没有民主 却批评台湾 开民主倒车 好像忘了自己 连车子都没有 中国自己没有民主选举 一天到晚干预台湾的民主选举 这才是荒谬可笑之处 他们用金钱介入我们的选举 用假讯息来误导我们的民众 用退伍军人的学长 学弟的关系来收买情报 前一阵子甚至还有退役的将军 涉案遭到判刑 他们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 来替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 擦拭抹粉 他们利用台湾的民主制度 来破坏 来干预我们的民主制度 我必须要强调 定定反渗透法 不是民进党一个政党的意见 是台湾社会对于渗透议题的 共同的忧虑 因此从代理人法到反渗透法草案 这个案子在台湾的社会 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 很可惜 在半年来 在野党是关闭朝野协商 措施了很多讨论的机会 其实在这段时间以前 我也很少看到 我们主要的政治人物 对于反渗透法 有什么样的意见的表达 但是我要请全体的国人同胞放心 特别是我们的台商朋友们 反渗透法是一部严谨的法律 它不会让一般的人民 因为两岸的正常的交流 而受到影响 反渗透法是为了反渗透 它不是反交流 我相信我们的民进党团 已经解释过 它的立法精神很清楚 它是有条件的 它是所谓条件 就是要接受中国的指示委托或执著 而且是五种行为 像提供政治献金 受指示助选 法令政策的游说 破坏集会游行 散播假讯息干扰选举等等 我举个例子来讲 只要符合法令 中华民国的国民 都可以做政治献金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政治献金 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委托 指示或赞助 那才会违反反渗透法 所以我想很多部分人士 以而传而 我眼耸听 我觉得应该要适可而止了 我也觉得反渗透法 在台湾社会 确实有它的急迫性 那我也希望 我们能够尽快地来审它 那如果这个会期没有过 换届就不续审 那这个法案要重新提案 审查至少要再拖半年以上 但是我很高兴的 就是今天下午 我们立法院长 已经召集超越协商 那国家安全不分党派 中国最怕的就是我们 台湾不分党派 团结在一起 那我们执政的团队 有诚意跟大家来共通 让我们共同面对 红色渗透最大的危机 那么最后呢 我想为替我们年轻人 说几句话 那这场选举 应该是为年轻人而打 这场选举的意义 也应该是为年轻人 打造一个更美好的国家 我相信一件事情 让年轻人有梦想 国家才会有未来 国号不是口号 年轻人有未来 中华民国才真正可以万岁 年轻人要有未来 首先要有一个 能够守住主权的总统 没有主权 没有民主 就没有人权 没有自由 所以一国两制 我们绝对是不会接受 任何政党 在这个议题上 如果有任何的闪躲 曖昧 妥协 模糊 都是台湾年轻人的 拿台湾年轻人的未来 来做赌注的 那我知道呢 今天有很多YouTuber 发了一支影片 鼓励大家投票 支持台湾的民主 在这里 我要特别 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民主自由 是他们创作的土壤 蔡英文向大家保证 我也会确保台湾 世世代代的年轻人 都能够像现在这样 自由自在的创作跟发声 而且也请大家放心 只要蔡英文当总统的一天 我绝对会站在最前面 帮台湾挡住威胁侵略 保住我们的首权 保住我们的民主 跟我们的自由 我要告诉各位 年轻人支持民进党 支持我 不是因为我做了 很多的民生法案 而是我跟他们共享的价值 也实践了他的价值 未来的四年 我们会继续体现这些价值 我们也会继续的 跟年轻人 跟台湾社会的整体 一起来保护这个国家 请支持蔡英文 第十五任总统副总统选举 中央选举委员会所举办的 好您听到的就是 第十五任总统候选人 三位候选人 最后一场政见发表会的表现 我们稍后都会一一来讨论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员徐胜梅 大家好 以及政治评论人王峰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台北训言游淑惠 大家晚安 还有安定力量的副秘书长毛嘉庆 袁一好大家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的现场 您刚刚听到的是 第十五任总统候选人的 最后一场政见发表会 我们都要邀请我们的来宾 一起来讨论 那么在今天呢 韩国瑜呢 他再度推出了 他的新的亮点了 从第一次他提出特征组 让大家眼睛一亮 第二次他直指总统遭到了架空 而这一回他干脆说 到底是谁架空总统呢 他甚至说白天蔡英文 晚上是邱毅人在当总统吗 淑惠 刚刚韩国瑜在讲第一轮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因为可能是一个小时多前 那时候我正在开车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亮点 其实还不是新潮流 而是他拿出蔡英文当年写的脸书 里面的每一句话 蔡英文现在听起来 不知道脸会不会痛 里面的每一句话 大家听起来会不会觉得 就是我们现在的心声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拿出来的时候 我在开车的时候 拆点紧急刹车 然后就是说太酷了 真的是神打脸 然后接着他就开始 直接挑明了说 上一次他只是暗示 这次直接挑明了说 架空蔡英文是谁 是新潮流 新潮流他架空了什么呢 他吃空了国家的资源 他也架空了我们国家的总统 所有现在中华民国的位置 有多少好的位置 是属于新潮流 里面有多少资源被新潮流把持 除了我们每一次 朗朗上口的那一些以外 我跟大家报告 还更多是没有出现在 韩国瑜手上的那个板子 可这样一个派系 我跟大家讲 不是只有我们这些非民进党的 对这个新潮流系侧目 连他们自己党内的人 对于民进党 对新潮流这个派系 都是又嫉妒又讨厌 可是这样一个政党 为什么可以屹立不摇呢 全台湾人党内党外都讨厌他 原因就是因为他架空了蔡英文 把持了蔡英文 大家看看总统府内的秘书长是谁 陈菊 新潮流系的 过去的行政院长是谁 赖清德 新潮流系的 现在的副首副总统的人选是谁 赖清德 新潮流系的 太子被称为太子大阿哥的是谁 郑文燦 新潮流系的 所有好的位置肥的位置 都在新潮流系下面 蔡英文只有一个人 大家有听过鹰派吗 有听过吗 没有听过的话你就知道 蔡英文现在有没有被架空 我们来听一下韩国瑜 他是怎么说的 新潮流像爱西方 整个控制了民进党 新潮流在民进党里面借鸡生蛋 借民进党这只鸡 生新潮流自己的蛋 完全控制了全国所有的重大资源 不客气地说 一个被架空的总统蔡英文 白天当总统 晚上是新潮流当总统 而且就是新潮流幕后最大最大的影响力的 邱一仁先生 这样的国家怎么得了 这是新潮流的百官图 太多了 竹帆不及备展 从邱一仁 蔡其昌 赖清德 陈菊 许明春 黄伟哲 黄国才 陈美林 范宣律 太多太多 亲爱的蔡英文总统 新潮流在民进党派系里 控制了整个民进党 借着民进党 控制了整个中华民国 不客气地说 你就像我小时候看的布袋戏一样 云州大如侠史燕文 你是布袋戏 在上面当总统 那只手 新潮流的手把你控制 你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是清理你的政党 如果这种 不把人民放在心中 而把人民的选票投下来 占到重要职务 是在手心上玩弄权力 在手心上 想办法贪污舞弊 在玩政治 而远离了人民的期待 这个政府 是万恶的政府 就像你在脸书讲的 是无良的政府 应该要下台 像黑心食品一样 今天光民进党的党员 民进党的政治精英 都已经受不了新潮流 你为什么不敢清党 你是没有胆量 没有智慧 没有勇气 还是你已经完全被架空 继续被新潮流操弄 今天新潮流这些人 不客气地说 吃台湾人的肉 喝台湾人的血 贪台湾人的钱 三十年前 清廉 情政 爱乡土的民进党 今天到底在哪里 亲爱的台澎金马 好朋友们 亲爱的支持 三十年民进党的 这些选民们 为了民进党好 为了台湾好 为了中华民国好 你们今年选票 绝对不能投给民进党 你投给民进党 你以为 支持了孙悟空 可以治理国家 错 猪八戒在吃这个国家 好 民进党遭到了新潮流 给绑架了 而且新潮流像癌细胞 还会借机生蛋呢 嘉庆 的确是这样子了 整场这个证件发表会 你可以看到 刚才韩国瑜讲完说 猪八戒在吃这个国家之后 换蔡英文发言 蔡英文的发言就是 倒抽了一口气 然后开始吱吱吱 有点顿丁 那个很明显 因为包括提到的假学历 还有说这个新潮流 蔡英文一定会有一点 这个被公开了 这个不能说的秘密 包括他卧榻之策 其中他仍酣睡 但是副手就叫赖清德 就是新潮流 他的总统府的大姐大 陈菊就是新潮流 甚至自己还叫菊系 他们怎么去把持 国营事业 怎么在各县市 自己去当诸侯 怎么样在中央分派 大家都很清楚 去年九合一大选输成这样子 其实民间大家也都开玩笑 陈菊跟赖清德体现了两个 最明显的例子 去证明了 民进党执政下 人口是真的飘向北方 全部北飘 年轻人活不下去 因为台南跟高雄 两大直辖市的市长 都跑到中央来做官了 所以你就知道台南高雄 人口外移有多严重 这么苦手的黑笑话 大家其实讲来 心里头是很酸的 韩国瑜刚刚提到了 蔡英文当年自己讲说 人民要下架 无良的政府 就像下架黑心食品一样 难道今天大家还能 含血含泪含恨 再去支持蔡英文吗 当然不行 30年前 那个曾经有理想 会被尊敬的民进党 早就荡然无存了 40年前桥头事件 黄信介许信良施民德 要去争取言论自由 甚至要在那时候 去反对这个动员勘乱法 去乱扣人家匪谍帽子 的那个精神 现在蔡英文在反渗透法 用不宣布戒严 就可以戒严了 所以我们的国家未来 在哪里 蔡英文现在要上台 好像要发表她的记者会 我也不晓得 她要对我们说什么原因 因为韩国瑜刚问她说 为什么不敢亲党 也许她会回答一下 我们来听听看蔡英文的最新谈话 她会说不是当主席 2020年会打在她身上 并且她说她都懂 因为她是百年难得一件的 政治奇才 东东怎么看 果然是很奇怪的奇才啦 她对民进党的解读 也实在是很荒谬 她完全不了解民进党的情况 那凭空想象 我觉得与其她这么关切民进党 她对于国民党恐怕要更专心一点 同时她也不是在选民进党主席 她现在在选总统 她必须要把她对国家的想法 对很多事情的做法做更精确的说法 还有 谢谢 董事长 董事长 请问一下 中国的航空母舰 行进台湾海峡 你不会对这些事情的更差 我刚才在证件发表会也谈过了 中国的航空母舰 行进台湾海峡 这是看得见的危险 但是我们也有看不见的威胁 就是每一天在台湾社会里 渗透中国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反渗透法是很必要的 而且我们也希望 能够尽早结束协商 让她立法通过 我知道有一些人想把她 建议说拿到下一届的立委 再来审查 不过我想 立法院确实有 换届不续审的规定 所以如果换届的话 就必须重新再来 那这时间上拖延很多 再说 我想我们选民大概会问说 如果要向下一届的立委选 来审查的话 难道我们要向吴思怀 秋意来审查吗 我们刚刚听到了 蔡总统在政见会过后的记者会最新的谈话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盛梅 你看她还是没有回答如何不被架空 让我觉得有点失望 其实电视证件发表会 本来就不应该是候选人 发表一些冷冰冰的数字 尤其对于宋楚瑜跟韩国瑜来说 他们是挑战者 他们就应该把民众心里想的一些问题 给丢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证件发表会很成功 是 其实韩国瑜的策略非常成功 为什么 她在第一轮就丢出了新潮流 而且她说话非常署名 尤其她当中讲什么 白天总统是蔡英文 晚上是谁 是邱毅仁 她把很多民众心里的疑问跟OS 直接在证件发表会上说出来了 也就是民众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她讲了 而且她还直接告诉你 新潮流就是个癌症 大家都懂 掏空国家 借诞生机之类的 但是这些问题 蔡英文有没有办法回答 没有 而且各位有没有发现 刚刚各位都讲 蔡英文在回答的时候 她不仅是手足无措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她的左手插腰 很少看到这样的动作 她显然气疯了 于是她的回答 一直在打圈圈 她说 这个韩国瑜 都是用什么武侠的方式 讲一些天马行空 然后你对民进党不了解 好 结束 为什么 就凸显了 她对于韩国瑜 把这个炸弹丢出来 她没有任何招架的能力 而且她不知道怎么面对 也让民众看笑话 原来 他们在说 这个新潮流 在掏空国家的事情 就是真的 你蔡英文 你有没有办法面对 你没有办法 所以后面 你看韩国瑜 持续在丢特征组的问题 持续在丢这个剥夺感的问题 我觉得这场政见会 太精彩了 我也很赞成火花四射 蛮不错的 哇 所以说其实你看 这个蔡英文 她很难得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韩国 抛出这个话题 可能她事情是没有准备到 对不对 所以她必须要很简短的方式 来回应 她也没有办法面对 她要怎么回答 新潮流的问题 哇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目前宋楚瑜正在发表谈话 我们来听她的最新说法 蔡总统有回应说 他们愿意好好的来听 但是不是靠讲 要靠做 好在今天已经开始 他们至少 原来是根本就没有第二次 所谓公厅会或者是协调 现在终于提到了 我再一次的呼吁 这么重要的事情 需要慎之再慎 不是不要国家安全 国家要有安全 但是千万不要让老百姓 每一个人心有余悸 而两岸的交流 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下 不交流 好您听到的是宋楚瑜 她的一个最新的谈话 不过我们想请教一下 王峰峰哥 因为你看这一次韩国瑜 甚至是还准备了一个手版 有没有把新潮流的百观图 直接秀给大家看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觉得谈到新潮流的问题 我觉得她只不过 我用人的身体来形容 人的险戒之患 就是我的皮肤病 我的皮肤病 那今天 刚刚宋主席 刚刚在讲的反渗透法 才是人的心腹大患 这个心腹大患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的民主自由 要被没收了 我记得若干年前 有一个非常 收视非常高的YouTube 其实就是大陆一个连续剧 他在讲孙中山怎么样讨伐袁世凯 孙中山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 他说民国已经建立了 可是人民真的是国家的主人吗 我现在同样要讲这句话 民国已经108年了 可是台湾的2300万人民 真的是主人吗 你们的主人是谁 民主进步党 民主进步党才是我们的主人 这就是台湾的民主 蔡英文女士今天在政见发表会上面 讲话的神情 让我想到12月19号 英国女王在英国发表 Queen's Speech Queen's Speech 用中文来翻译 寓作致辞 其实就是女王讲话 可是女王是永远的 总统是一时的 了不起8年 甚至于你1月11号 就要面对下台的命运 可是非常悲哀的 台湾的民主 就因为反渗透法 反渗透法如果实施的话 我要讲的就是国民党的态度 如果不能坚持